哈喽 大家好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期杀猴速通的这两个角色的速通记录啊 首先来讲啊 这边解冻出场画面 猴哥在外边清兵 老沙已经在里头开始打boss了 猴哥使劲清 哎 想抓一手 这个兵怕砸倒 老沙在里边一顿打 这边打出来之后 猴哥给驯一个波动 完事之后 老沙过来给寒冰长清兵 然后跳踢空一手兵 存能量 老沙再给波动 猴哥起雪沙 为了把兵给清掉 两个雪沙 完事之后 直接一个合体千佛手 求两点 这两点的千佛手 连清兵再打boss 这boss掉了老多血 直接往前一引 还有44点血 猴哥这小道具跟你闹着玩呢 一个镜子给我再见 虽然说啊 猴哥跟老沙他们两个的配合 论全程打速度上来讲 是没有老沙跟龙女配合快的 因为龙女有无影刀清兵 但是如果咱们单说打boss 只看打boss的话 他们两个得配合啊 那绝对是又速度又过瘾又带劲啊 这里再平A平A平A起一个波动 控一下兵 伤害到了 然后平A平A起镜子 这里来到路哥 先给一个定 平A平A 哎这边跑了 没有事 平A平A平A 老沙起波动 含能量 然后平A平A接下臂 猴哥的金箍棒打的疼了 老沙对波动打的伤害高 持续时间短啊 两个人配合这么打boss的话 这boss的血掉的也是非常的快 这里要强反了 怎么办 存能量 给一个天刚火 继续存能 两个人能量都存满 然后平A平A 把兵打掉 合体先佛手跳吧 但是这里一个小失误 就是老沙被打倒了 过来直接给一个寒冰掌 火扇子解冻出场画面 过来直接一个塔压 双倍的伤害 猴哥跑回来 老沙在那里直接起波动 猴哥再跑回去 跑回来 吃了葫芦 再跑过去 是为了把屏幕给拖过来 然后老沙再起波动 猴哥应该是要给一个小道具 葫芦 果然是葫芦 然后再一个波动 杨哥 杨哥的话 对于道具的防御力比较低 对于波动的防御力也比较低 这三两下就没了 然后这边来到虎哥 最后一波冰 直接就是一个寒冰掌 冰山的解冻出场画面 镜子打一个双倍镜子的伤害 这个镜子是双倍伤害 然后老沙给这续止接波动 然后再给镜子 往前跑 老沙给波动 猴哥一瞅 哎呦我棍儿捡不上了 不要了 老沙平A平A下臂 再给波动 猴哥过去帮一下 帮看一下兵 平A平A接挑 再起波动 虎哥要抢反了 直接一个大剑 还有30 平A平A平A 三下直接给虎哥带走 这边来到了海胆 猴哥这镜子打海胆疼啊 你看这一个镜子打多少血 然后老沙在那里去一个波动 平A接挑 老沙再给一个波动 猴哥不能抓波动 猴哥波动时间长啊 就浪费时间了 然后直接提火云刀 但是猴哥扔宝厉害呀 火云刀打两点 老沙再一个波动 直接一个红烧海胆 这边来到了金鱼精 金鱼精这里就是 两个人互接波动了 这里就没有办法了 基本上除非有老猪 有老猪的话 打金鱼精 道具能有点伤害 其他的角色 打金鱼精 道具都没什么伤害 也就这个服务 还能打点伤害 不如玄冰火能打点伤害 有的决策塔也能打点伤害 基本上是不怎么吃道具的 金鱼精 所以说只能去抓他波动 但是你要是有猪哥哥的 双打速通的话 基本上是最慢 没有别的了 别的关卡 猪哥哥直接就是 啥也不干就行了 只要是猪哥哥干活 就一定慢 无论是扔道具 还是抓波动 波动你是肯定抓不了的 这里两个人接波动 好在是猪哥的波动 打金鱼精 是全角色伤害最高 但是论 论每秒钟造成的伤害 也不行 跟老沙比不了 还有26点 旋着猴哥 不能抓波动啊 这边来到蜘蛛女 直接一个镜子推过去 老沙起波动 再给一个 再给一个 葫芦老沙再起波动 猪哥要接波动了 猪哥给一个 波动 守一守兵 老沙给波动 猪哥过来捡镜子 猪哥再一个 波动 直接伤害也是刚刚好 给猪女拿下 这流血根本停不住 这边来到了蜘蛛王 直接用塔 把它给砸出来 然后起钩子 这里老沙抓波动 伤害也高 老沙的波动 打蜘蛛王60 但是 波动打出来的流血速度 没有道具扔出来的流血速度快 他这个流血速度 有两种 一种是 道具加合体 道具跟合体 就是都都等于 这个道具伤害的流血速度 一种是波动的流血速度 波动 抓出来这个流血速度要慢 道具扔的流血速度要快 然后这边 蜘蛛王再上来 老沙要补伤害啊 竟那个 勾子不够用了 直接一个波动 然后一个勾子一点两点三点 四点五点 这一个勾子打了五点啊 这伤害是相当高 这边来到大鹏 直接起火运刀 完事儿 这火运刀炸高了 往下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个火运刀 猴哥俩波动 老沙一个波动 直接带走 这里猴哥抓波动的话 就不浪费时间了 猴哥的波动 打大鹏王的话 是76点伤害 也是西游施恶传里 三次伤害最高的啊 就是猴哥的波动 打大鹏 然后来到白相 白相王 这里直接一个塔 一个镜子 一个波动 直接打下去啊 出了 打了波动的血量 但是没有出波动的画面 下来直接给一个定 困能量 猴哥平一平一接下臂 猴哥的优势关卡 平一平一打的伤害高 老沙起波动 猴哥捡镜子 困能量 猴哥这里为什么要困能量 应该是要用千佛手 这边调好了定 起身直接给他定住 千佛手 一点 两点 哎呦我去 这千佛手打54点伤害啊 这边来到了青狮 等炸弹消失 火扇子解冻 出场画面 他走你 然后过去接波动啊 这里接波动的话猴哥也也没有事啊 猴哥对波动也不浪费时间 猴哥对波动能打72点伤害 打青狮 72点伤害就是咱们这个血条满血 就是72点伤害 老沙打多少啊 等一下看一下老沙打多少 364 364 老沙打多少 老沙一波动能打50 那基本伤害是一出的啊 好吗 控兵啊 这兵得控好 最后啊 最后老沙让一个波动 让猴哥抓啊 猴哥抓波动的伤害高 最后合替千佛手 直接给青狮拿下 他们这个千佛手用的好吧 最后啊 这边来到了我鼠哥 直接一个火云刀 火扇子 一个塔 最后一下压塔 因为塔的话 比其他的小道具的话 是费时间的呀 正常他们没有能量了 会用这个塔压下去 然后给自己时间去储存能量 这里这个塔是打出来了伤害 但是没有 没有出塔压下去的那个动画 然后平A平A老沙起波动 猴哥扔道具 老沙再起波动 自己的队友扔的道具啊 中间不用穿插物理攻击 就能就能去接 再给一个塔 猴哥的塔 老鼠的话是54点上 还特别高 扔塔中途还不忘平A一下 然后再起波动 然后火扇子 老沙再起波动 哎 这电符扔啥呢 电刀了 再火扇子 啊 伤害有一出 扔个电符的时间是有的 这边来到了牛魔王啊 过字幕的时候 两个人同时按住地 冰扔子 这边有点 冰扇子解冻了雷电几的画面 这时候扔雷电几的时候 老沙是可以动的 直接一个波动 然后 哎哎哎 再起波动 老沙这个平A打最后一关的话 优势属性关系 平A一下14点上海 波动应该是60 啊对 波动是60 伤害特别高 这边打这个牛魔王的话 猴哥就不要上手了啊 老沙自己就可以了 哎 一须 伤害有一出 去了一个波动 这边来到了火龙啊 火龙的话老沙就先先抓波动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飞走 什么时候扔道具 双打的话 道具是一出点不缺 哎飞走了飞走了是道具 什么冰扇子葫芦 特别煙你看得好 帖子葫芦 这是一个程度 最后这些面 wan 对 要怎么看 哈哈哈 要有什么好凶 服іє 1.5.2.0 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直接拨洞 最后的话给一个道具 或者是给一个合体 让他这个流血速度变快一点 本事就过关了啊 老沙跟猴子的速冲的话 打boss是真的带劲 好了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两位大神的精彩发挥 咱们下期见 好吗 拜拜